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民众》YouTube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也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集就讲一下这个 混沌阿美利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这件事件就已经是一年之前发生 但是其中一个幸运的人士是一位走线客 他也提出了一个诉讼 在2023年1月23日 加州湾区一间农场就发生大规模的棒棒事件 那嫌疑人赵春历呢? 原来就使用一把格洛克十七半自动棒棒呢? 就是来回两个农场 就垃下了八个人 但是有一个人就幸存 造成了七人离世,一人重伤 最新消息原来就是这位赵春历 为什么他这么多恨意? 他说被人欺负 而且欺负他的除了是华人同胞 还有是这些西语系的人士 都是走线客来的 当然这位赵春历就不是走线客 但是那两个西语系人士就是走线客来的 原来他就说我受尽欺负 受尽欺负 那你也不用 拿人命的 他们欺负我的同胞 有这个西语系的人士 他就一不做二不休 欺负过的人 全部都要走 走是指离世 之后呢 就到警局 自首 都是挺 曲折的 不过我打算 走不掉了 不如我自己自首 原来受害人的家人 昨天就是起诉农场主 就说未能够 是采取合理措施 保护员工 免售这位阿哥开棒棒 这位赵先生开棒棒 这样也可以吗 怎样安全措施 每个人派一件防范范的沙漫 还是整些CCTV 那些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原来这间农场就叫Terra Gardens 住了很多 记住 住了很多西裔和华裔的 农场工人 其实很多是走线客 赵春暦和他老婆 和其他的受害人 都是在这个工作环境 恶劣工资 亦只有9美金的地方做工 令人没办法想像的是 当时加州的最低工资 大概是15美金 农场大量使用 你记住 他们真的大量使用走线客的情况下 确实是有每个小时 9元的出现 比如其中一位 小者就叫做佩德罗 另一位小者就叫做何西 何歇 原来他们就是 小与系的人 小与系的人的名字 他们就是从墨西哥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走线客 不过 从赵春暦能够合法购买 这个媒体说他至少是拥有美国陆卡的合法移民 原来会讨论 广州居住的环境非常恶劣 如果是赵春暦能够合法居民 应该能知道 时薪会不是这样计算 可能不会英文 不懂英语 是买到买到了 又是华人店 我觉得这些人能够帮助 美国这些东西 买其他东西可能很难 买这些东西可能很容易 你知道它是特殊国情的 应该都知道时薪那种东西 很切身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本事 真的没有办法 说真的 这里我们也有很多 这些上了年纪 真的不容易找工作 农场当然不应该做这些黑工 因为你自己也危险 农场的居住环境很恶劣 工人大多数是走善客 工资很低 每个小时只有9元 每日8小时72元美金 一个月不休息 也只有2160元美金 赵春莉 他所使用的格洛克棒棒是自己买的 已经买了两年 睡觉时就放在枕头底 担心被人欺负 因为赵春莉 他自称多年来不断受到工友的欺负 原来当日这件案件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赵春莉说其中一位欺负的人 要求赵春莉赔上100元美金给他 起诉书原来没有公布那位欺负的人的名 但是早前报道就说那位欺负的人都是华人同胞 叫做炳叶图 赵春莉就认为炳叶图故意 是碰他那辆叶车 令他要赔上100元美金 双方就找来了主管叫做程啟忠 主持公道 而程啟忠 赵春莉就觉得他是偏向于这个炳叶图 令到他要赔100元美金 每100元美金 这样动作一个念头 真是比较愚蠢 赵春莉不忍了 然后拷子阿河 就拿出了棒棒 在主管 在主管这个程啟忠面前 直接奸掉了 就是搞定了这个炳叶图 是啊 那之后呢 当时也有人说 这个程啟忠看到之后 整个人惊得摊在地上 但是呢 赵春莉也不放过他 他觉得你偏帮他 结果呢 就吐了他几下就没了 那么有目击的工人也都说 是赵春莉啊 他不是 烂嘟无辜的 那他就是 觉得合过他那些人受到惩罚 所以赵春莉 当然这样不对 说一次绝对不对 赵春莉呢 也都发现了见到他那些人 也都是对他们笑了笑 这个恐怖笑了笑 之后就开车走了 赵春莉呢 是开车去 不是停手 是去其他地方 找其他的所谓仇人 那么他先开车 去了赵啟忠的宿舍 那么呢 就拦下赵啟忠的老婆六十四岁 叫劳靖之 那么之后呢 又前往宿舍 把合过他的两名西裔工人 包括佩德罗和河西呢 一起打算搞定他们 那河西呢 当时睡觉 没有任何防备的人都没有了 而佩德罗就中了五飞 但是呢 奇迹般这样生存下来 然后赵春莉说 一不做 二不休 那么又开车呢 是到了两英里之外 一个叫康科德农场 找到另外三个欺负他的人 全部拦下了 哇 是不是真的可以欺负他 因为有两个是七十多岁 分别是七十三岁的刘智 以及七十四岁的张爱香 以及五十岁的西裔工人 就是马天尼斯 那么其实总共拦下了七个人 七个人当中五个人呢 就是这个是中国殖人士 两名就是墨西哥人 一名商者就是那位 要向农场主提出诉讼那位 那么其实呢 佩德罗也是墨西哥人来的 那么警方接报之后 当然立即是封锁了两个农场 并且对赵春莉进行追捕 那么戏剧性的一幕是怎么样呢 他都挺有型的 那么当时警方在警局召开 新闻介绍案件 那么大批记者就访问了 那么结果呢 赵春莉突然之间拿着车 就说呢 我是来自首的 拿着车呢 去到警局的停车场自首 那么有眼尖的 这个警员就发现 赵春莉和这个嫌疑车 吓了一跳 那么迅速呢 就想拔着棒棒出来 叫他下车 赵春莉呢 都是没有反抗的 任得他 不过他来的时候 他都预阻了你 那就是逮捕他 逮捕他 究竟是否需要这样做呢 说句老实话 那么你最多就是和他 你最多就是炒过他的生意 说他请黑工 那其实他也很麻烦的 举报 举报 一拖就拖两年了 那后来 但有进展 两年很多 很多钱了 不用动手 这个重点就是不用动手 你找一些华文媒体曝光 他就是了 你说是不是 需要这样呢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需要的 原来两名工人维权土生 但是还是被人推迟 那整天都说 立即给 或者明天给 最终呢 都是没有钱 是下来的 那也都老批老板呢 是 在送吃饭 看到你淋 就不理你 那原来一百年 在朋友介绍之下 中国工人李先生就进入了维州 贸华人农场工作 负责葡萄子的这个质检 就是做这个是查 最初每个星期都按时发工之大 疫情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添身的状况 原来同期开工的八名人士陆续离开 唯有他坚持 受疫情的影响 他知道老板做生意不容易 其实他也挺体谅老板的 也很体谅他 他就越拖越多 已经八千多元澳币 因为生活很难以为计 所以2024年就离职了 每年剪葡萄是一到四月 天气也热 工作也很累 辛苦钱来的 没错 他也很苦闷地说 赚这么少的辛苦钱也不肯给 自从那次之后 原来李先生就开始土生之路 他就告诉记者 一点一点慢慢拿回来 两年来反复打电话 发短信 陆续也收到部分的拖欠新资 当然了 不过自从去年四月 剩下的两千八百元 又是拿不到回来 他说 怎样都拿不到回来 不是他不说不给 亦都不说给 他没有说给 亦都没有说不给 他不是没有钱 这些钱 其实也不够他 吃餐饭 他很奢侈 他亦都说 每次就快就可以了 明天给 结果都没有 其实他一直都是骗人 在那里玩的 当然李先生也是 向记者提供了 聊天记录 那这位老板 并不否认献心 他没有否认献身 亦都是多次允许 多次是允许 就是常说 李先生允许 你有钱要给我 结果都没有给 都挺善心 因为李先生 都不行 但始终都没有给钱 其中的记录 也都显示 老板主动 要是多给你一百六十万 一百百十万很少钱 不过这个都是说的 多其是应该的 感谢你理解我这两年 不容易 但是 这次表态之后 也是石沉大海 记者也知道 除了李先生之外 还有其他的华人 是被这家华人农场 拖欠工资的 一位前员工叫Sindy 他就被拖欠两千元 也说上星期 结果不给 他也说老板拖欠 多人薪水 在发放欠薪时 一直说 很快给很快给 不过 当然记者就把他曝光了 记者也有联络这位华人老板 但是没有人听 表明身份后 添加微信 也是没有人接的 不过 记者在联络第二天 接到两个受访人确认 其实他们有收到一千元的工资 他就说 我们是有心地准备 能够拿回那些钱已经很满意了 也说 会继续追讨余额 因为这些都是辛苦钱 其实澳洲如果雇员感觉自己的工资 是没有收够钱的话 首先建议和雇主及时沟通 和雇主合谈前要准备好材料 就是行业最低薪资标准 和工作时间记录和工资单 和其他补充资料 对于应获的工资 员工可以登陆 这个是公平工作专员署的网站 使用免费的在线 新资评估机器帮你计算出来 你不用担心 当然之后你也可以打其他电话 反正途径很多 就不需要拿棒棒去扔下人 当然这位 应该有其他私怨 我猜而已 我也觉得是 会不会是之前有些口角 而且他就觉得别人欺负他 反正就不用用这条路 现在你一世就没有了 因为你七条人命不是少 七条人命之下 有没有那么容易 应该走不过法律的制裁 我觉得就走不过法律制裁 他自己都自首了 他自首可能都会觉得 真的疏 但是这些事情 他还有老婆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婆 我不是很明白 说句老实话 我到今时一刻 我都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 最后你就只有空 只有空的话 甚至 你不知道他会回大陆 因为他有陆卡 说真的 你这样客死二乡 或者下半世就在这个 奴房 美国监狱是奴房的 究竟是否值得呢 我真真正正觉得是不值得 说真的 你这样拆下他们 其实最后你得到什么 就是 牢肉之灾 我觉得真的不值得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我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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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